好 周六晚間 我們的 朗讀訓練 稍微精簡一下周六比較輕鬆一點 今天本來是Charlie Mike的解籤 那我們 輕鬆一點不要搞太累 就 把的catch in the run我們昨天錄的因為已經到了 我錄的內容不夠了 那我今天晚上利用大概20分鐘到30分鐘的時間把朗讀的部分先 先 改一下進度把那個篇幅稍微改一下 但是廣讀的速度實在是很快 因為我們昨天到102夜 We went to a goddamn movie 今天原本想說那個是5夜結果沒想到103104 一過104到105就到第12章了 我們這廣讀速度非常快 所以如果回到我們之前探討的 國內一片的閱讀 廣讀的聲浪我是很贊成的 你有我這種實力 讀起來行雲流水 樂在其中 而且呢 百讀不厭 像這個holden 的catch in the run我家這一次解籤我讀第四遍 當然很久以前讀的內容有點忘記了 現在順便 回憶一下 蠻好玩的 那這就是廣讀 那同學想想看你要到這種 幾乎是已經把英文 變成母語 看英文等於在看中文的那種 喔程度你要歷經 多少賢主艱辛跟投學良追赤古 那當然也可以輕鬆學 輕鬆學我保證你看不懂 而且胡說八道亂看 第二個是說如果你做的是比較需要動腦的 讀小說不用動腦啦 那個純粹就是興趣好玩 你解籤有不同的解讀也不會 造成任何人的影響 但如果說你是從事公務 你需要去解讀文件 那就不能亂讀了 也不能亂解籤了那個要多問專家啦 我們國內專家這方面很少啦 大家都在那邊亂讀一通 那如果是牽涉到 國際事務 當然不見得一定是對美事務啦 我也因為我對美國比較了解 你如果 是要接觸到去理解到去分析 對美事務 千萬不要自己看CNN或是看 喔那個 什麼 BBC ABC那個報紙節目因為 你的程度還沒有到可以透過新聞媒體去分辨 哪些文章 他裡面有沒有什麼大內宣跟大外宣 的 埋的地雷在裡面 再加上你英文又不好 每次解籤就會變成被 籤的鼻子到處亂跑 那個我不建議啦 除非你跟我一樣專業 那我專業到什麼程度呢 你那個標題一下我就知道你要搞什麼鬼了 我講的是英文報 我講的不是中文報 我看你的第一段 你那個Title下面那個 那個如果是headlines 下面第一段你寫什麼我大概就知道 這個記者他想搞什麼鬼了 因為畢竟我是 我在美國念的是新聞 News writing 我也寫新聞稿 我是站在新聞記者怎麼下筆 他要搞什麼鬼 的那種心態來看 所以你如果沒有這種分辨能力我建議不要 去 即使你已經有很 英文有一定的程度了 但你畢竟隔著文化 隔著 美國事務實務經驗 的這一層 隔一層沙就如從隔一層山 盡量不要亂解 這也是我提醒同學的 那我呢我是從來不看英文報 來去解讀什麼事情 除非我需要那方面的資訊我專門去找某一個報紙 某一個人寫的 或某一個專欄 其他我都是從我自己的經驗 找最原文最原文 我之前有舉例給同學聽 同學說看CNN好像只有CNN的可以信 來解讀美國 我 我的做法是我直接看川普的推文 來解遷 白宮 我不會透過任何的新聞媒體 因為 我有辨識 試讀的能力 這樣我就 不太容易被帶風向 我可以帶風向 我不會被帶風向 這就是為什麼試讀能力很重要 那話講回來 國內有幾個人可以跟我一樣這樣試讀 大家還不是都是看那個外電報導 那個那個外電誰翻也不知道 即使你看CNN你看得懂嗎 你沒有背景值你怎麼看都是字面意思 你深層的意涵不了解 這樣子 那你最厲害就是跟我一樣了 你直接看川普的推文吧 那個公開資訊 你自己看你每天都看 我是天天看啦 你自然而然會串起一些 那個 你的背景值會串起來 判斷就不會失準 這樣子 我是不建議看報 我們講說國內 不能看報紙辦案 同樣那個是屬於 警政方面 不能看報紙辦案 同樣的國際事務也不能看報紙 去 論斷 否則會被帶的到處跑 那這些都有 最基本都是英文程度要 要一定的水準以上 要有廣獨的水準 那以我目前來看 一般市面上 雖說萬贏的網紅那種 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淘汰了 他們是可以 就是說 去滿足一般金字塔底層 看熱鬧的這些人的需求 他有他的功能啦他的功能就是讓大家 全民運動 去接觸英文但是他有風險 就是一旦這樣子用 懶人包跟片面式的學習加上 本身推廣英文 的這些網紅英文程度又只有國中程度的話 就會全部國中化 好上不去了這樣子 那即使我在末端高端想從這一群人當中 廣大金字塔底端 的 被 網紅英文學完之後污染的這些人去找出可造之才 再訓練都很難 這是我的苦處 這樣子 所以我會建議同學一開始黃金旗的時候學不要看網紅的東西學英文 那哪些人可以看沒救的人可以看啊 死馬當紅馬衣沒救的可以看 否則會發生最後會大家會共同藏一個苦果就是全國找不到可用之人 我們現在差不多那是自己造成的啦 從政策面從執行面 我們自己 種的因 我們自己要去藏這個苦果 慢慢後面會顯現出很 很 很 壞的苦果 壞的苦果後面慢慢慢慢會顯現出來 會浮現出來 這樣子 如果不做改變的話 不從政策面跟執行面去 徹底打掉重練的話我們慢慢會藏到我們之前種的 因 所產生的那個苦果 這樣子 這是第二個我要順便利用今天晚上輕鬆一點 內容大概只有10分鐘不到我就可以念完我多講 一點其他 稍微相關的 另外比較年輕一點更年輕的朋友十幾歲的 朋友小朋友 也不要 打那個跟 國際的 玩家打電玩很不錯但不要學他們的英文因為 你分不出來這些人全部用英文溝通哪些是母語人士哪些不是母語人士 今天有小朋友 那個 國中我的學生國中的學生 剛考完會考很輕鬆打電玩 他就秀給我看說國外的玩家我一看裡面大部分不是母語人士 亂寫我又吃給他看 要注意玩可以 交朋友可以但是不能 在沒有識別辨識能力的情況下照單全收他們講 打都打出來對話框裡面的英文的很有問題 我看了10個對話9個是錯的 這樣子 我證明給他看 這是我講的第3點要注意 第4點是我之前提過不要用懶人包學英文懶人包就是說這句話怎麼說 然後把它單獨那個片語列出來 你把它記起來中文記起來但是呢你沒有一個完整句子表達的 邏輯跟概念 你那個片段對了 你用中文理解 就已經是中式英文了就是英文沒有錯因為你用中文去記他代換 等到你想講另外一個意思的時候 你又 抓了另外一個你記的片語兩個一鬥起來中間 銜接的過程出問題 甚至這個語氣你是用中文的文化邏輯去理解 不是英文的 這個片語找到相對的勉強撐得上的邏輯 但是一鬥起來可能會變成毒藥 這個要特別來這個叫片段式學習 那個叫fragmentation 也不要這樣學英文我建議你要要學是以句子為單位 不要一個字一個字的被單字學那是我更 呼籲同學不要錯的 第二個是片段式的幾個字幾個字湊在一起當片語來記 然後 大雜彙 把它全部湊來這個也會 你辛苦了半天弄到最後就是 中式英文一團亂 我建議同學 要用完整的句子整個句子記下來然後查英字點查每個字的定義 英文字的設計是每個字都有他 很完整很嚴謹的定義他的定義是在那個字裡面 他的定義是在那個片語裡面他去用英文去記那個定義 不要看別人翻過的 別人翻過的你不知道誰翻的 第二個中文看懂了翻到英文會 搞不好會提校絕對 我就拉哩拉扎講一些話10分鐘給同學做個參考禮拜六晚上 那我現在就來 從102頁跳到103頁的頭一直念到整章結束 然後為了保持整個內容的完整性 連貫性 我下一次再從12章開始 再朗讀 再來解籤 我們今天就很快的 周六晚上輕鬆一點 不要搞太累 好像 投學量這一次股也不好 好 那我就直接開始念了 好 從我問她這邊開始 I asked her on the way, if Mr.Kudahi, that was the Bruce Hemsnab, had ever tried to get wise with her. She was pretty young, but she had this terrific figure, and I wouldn't put it past that Kudashi bastard. She said no, though.I never defined out what the hell was the matter. Some girls you practically never find out what's the matter. I don't want you to get the idea she was a goddamn icicle or something, just because we never necked or horseed around much. She wasn't.I held hands with her all the time, for instance. That doesn't sound like much, I realize, but she was terrific to hold hands with. Most girls, if you hold hands with them, their goddamn hand dies on you, Or else, they think they have to keep moving their hands all the time, as if they were afraid they'd bore you or something. Chan was different. We get into a goddamn movie or something, and right away we start holding hands, And we wouldn't quit till the movie was over, and without changing a position or making a big deal out of it. You never even worried, with Jan, whether your hand was sweaty or not. All you knew was, you were happy. You really were. One other thing I just thought of. One time, in this movie, Jan did something that just about knocked me out. The news reel was on or something, and all of a sudden, I felt this hand on my back, on the back of my neck, And it was Jan's, it was a funny thing to do. I mean, she was quite young and all. And most girls, if you see them putting their hands on the back of somebody's neck, They're around 25 or 30. And usually they're doing it to their husband or their little kid. I do it to my kid's sister, Phoebe, once in a while, for instance. But if a girl's quite young, and all, and she doesn't, it's so pretty. It just about kills you. Anyway, that's what I was thinking about while I sat in the vomity-looking chair in the lobby. Oh, Jan, every time I got to the part about her out, we struck later in that goddamn F Banky's car. It almost drove me crazy. I knew she wouldn't let me that and get to first base with her. But it drove me crazy anyway. I don't even like to talk about it. If you want to know the truth. There was hardly anybody in the lobby anymore. Even all the hoary-looking blondes weren't around anymore. And all of a sudden, I felt like getting the hell out of the place. It was too depressing. And I wasn't tired for anything. So I went up to my room and put on my coat. I also took a look out the window to see if all the perverse were still in action. But the lights and all were out now. I went down in the elevator again and got a cab and told the driver to take me down to Ernest. Ernest is the nightclub in Greenwich Village that my brother DB used to go to quite frequently. before he went out to Hollywood and prostituted himself. He used to take me with him once in a while. Ernest is the big fat colored guy that plays the piano. He's a terrific snob. And he won't hardly even talk to you unless you're a big shot or a celebrity or something. But he can really play the piano. He's so good. He's almost corny, in fact. I don't exactly know what I mean by that. But I mean it. I certainly like to hear him play. But sometimes you feel like turning his goddamn piano over. The thing is, because sometimes when he plays, he sounds like the kind of a guy that won't talk to you unless you're a big shot. Horden really nice to play. Horden really nice to play! Well, it's 15 minutes. 56秒. 15分,16 minutes. 我覺得今天晚上就夠催眠了. 因為 禮拜六晚上大家都有活動 雖然已經 還沒有完全解封但我相信外面應該 夜貓熟的應該可以跑出去禮拜六晚上 跟Holden一樣跑到 那個Pub 或是Piano Bar 我不知道解封沒有 喝個啤酒清涼一下這樣子 就耽誤大家時間 好 那我們今天就前半段 講了幾點我對我 近期上課我自己的遇到的一些 解答同學的一些問題 我簡單再把它中整一下因為時間還夠 第一個就是 廣讀一定要力經經讀 這個過程 第二個是說 網紅英文 大家很習慣而且覺得蠻輕鬆可以學英文 但我盡量建議 還在學齡的小朋友 年紀大概在國小高年級一直到高中這個階段黃金期的 小朋友 能夠盡量不要透過網路資源裡面網紅的那個部分 來學英文因為 你的黃金期不能就這樣毀掉了 你要接受比較正規 文本 人本 人文的訓練像我這樣訓練是一種 文本 人本 人文的一種訓練 那你的英文就可以上軌道 上軌道之後後面 他的方向你不會脫軌在軌道上運行的你才可以去嘗試 其他的 比較自由度高一點的選舉方式對你的影響就比較不會那麼大 這個學齡這個 這個部分我剛講那個年紀這是第二點 第三點如果是屬於專業英文導向你的工作是對外事務 即便不是對美事務 你都要 有 基本的精讀的能力 廣讀當然你要吸收很多資料你勢必要廣讀的但你如果沒有精讀這部分的基礎廣讀一定會搞錯 那國際事務這一塊如果你要看新聞性的東西來做一些研判 趨勢的研判 盡量不要看報紙除非你對美國的新聞媒體很有研究 否則會被帶到處跑 再加上英文記憶又不清 很容易東看西看看錯 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為提醒同學要特別注意那要怎麼看呢 第一個請教專家 我算專家啦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專家啦還有哪些專家因為我畢竟我在這個圈子裡面 至少我在駐美代表處待過實戰經驗豐富啦 所以你可以問專家第二個是說 你可以 直接像我講過你要你真的到一定的水準不要看報紙 因為所有的 趨勢研修裡面最low的 用香港話講最low的就是看報紙 除非你很懂 Journalism很懂 否則的話找最源頭 所謂的最源頭就是 新聞記者取材於哪裡 你就找新聞記者拿的那個資料來看 不要 被新聞記者取材完之後 加料過的東西再去吸收他加料過的東西 這是我的建議 但你要基本上有一點功力 沒有功力 看看報紙弄錯了 你會十次錯九次喔 那要很小心 第三個就是不要騙亂式學習 比如說我們現在的所謂的罐頭文章跟懶人包不動腦的就是 這個怎麼講 你知道這個是什麼嗎 這個英文怎麼講你知道嗎 一個字 一個片 你這樣記你就完蛋了 你要整個句子看 而且要查音音字典看每個字原來的定義 他定義很多磁性搞清楚 片語要看他的磁性也很多 定義也很多 英文是一個 定義嚴謹的文 的一種語文 不要看神理好的 那個最 很方便啦方便是方便但你絕對寫不出一句正確的 完整的句子來 而且每次都搞錯 寫出來東西看了提交皆非 這樣子 那整個是我 今天花20分鐘周六晚間 的催眠的 的Catcher in the right的朗讀加撈刀催眠 的課程 20分鐘比平常的量少了一半以上 這樣子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而已 讓大家 可以 利用晚間的時間 禮拜六晚上好好輕鬆一下 到 如果解封了到外面怕不去 喝喝小酒 涼快涼快聊天聊天跟holden一樣 哈哈夜貓族 好感謝同學我們今天就講到這個地方 大家周末愉快 晚安 OK 謝謝 我們